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G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谈一下我们在经常投资美国房产的时候遇到的几个常见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重点谈的问题是买什么样的投资房才是最好的选择 到底是新房呢还是二手房 首先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考虑你买投资房的这种 这个所想获得的这种投资回报率 那在休斯顿的来讲 如果你买一个二十几万的投资房 你的租金回报率在6%左右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有的比较好的二手的投资房的回报率基本上都能在租金回报率8%左右 当然了越便宜的房子租金回报率是越高的 但是越贵的房子租金回报率是越低的 为什么因为越贵的房子它的地税养黄成本降得比较高 比如说物业费也变得高了 然后地税也变高了 所以这就造成了有可能你买的这个房子 不一定说区域很好但是租金回报率很高 也有可能你买的房子租金回报率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区域非常好以后的上升空间会是相对不错的 但是在美国买房子跟在国内买房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的房地产从来都没有暴涨的那个阶段 所以说如果您想在美国投资房产 我的建议是您看你的资金流是多少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并不是把预期的增值回报率算成最重要的一点 怎么样来看资金流是最好的 首先是比较好出售的房产 这个价位区间是中端或中端偏低价位的房产 其次一点就是一定要是租金是正向收益的 比如说如果您贷款买了一套房子 那你一个月要是还款1200美金的话 那您的这个房子怎么着也能租出去 基本上在1600美金左右或者是1500美金左右 那你的租金收益是正向的 如果你买了一套房子租出去的价格 还没有办法抵偿你的贷款 那么可能这种租金收益是不正向的 如果不正向的话就会造成这个物业变成了你的负债 而不是你的资产 拿松顿市场为例吧 收益的中间价位是318000美金 那在新房子来讲的话 普遍的新房的中间价位会比较高 因为新房现在拿地的成本 建筑的成本各种各样的成本都变高了 所以同样你要买一个30万美金的房子 如果你买一个新房子 可能它只有2500尺左右 2700尺左右 但是30万美金可能你买二手房 可以买到将近3000尺的这种房子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新房子的最好的增值的区间是在整个section完善之后的3至5年左右 而一个二手房就要看你买的这个二手房的时间节点 比方说如果你买的这个二手房是2015年的二手房 那也就是说到现在它有5年的房龄 那这个时间节点呢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其实对于卖家来讲 这种时间节点才是最好的 因为当这个房子是2015年新房子的时候 再到现在的价格 它已经有了一定的上升范围了 而买家买了这样的房子 就会觉得欧买了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房子 并且好像性价比看起来是比二手房要更 比新房子要更高一点的 但是其实你已经是一手的接盘 把这个新房子的利润空间给接盘了 所以我们的投资概念当中 我的观点是要么你买新房子 要么你买翻新的旧房子 千万不要买中间的这个区间的这个房子 因为中间像5年房龄 7年房龄左右的房子 既没有非常好的 未来的上升空间的最好的那段价值了 又面临再过五六年 需要有些东西的修缮的费用 会变高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投资的经验 另外一点就是 很多的客户说买一个旧房子 会有很多的维修啊 产生很多的费用 这样是不好的 所以有很多人是喜欢新房子 对于大多数投资人来讲 投资一个新房子是很省心的 因为新房建商本来就有10年至15年的一些保修啊 warranty之类的 但是投资一个二手房来讲的话 大多数的投资人会想 我投了这个二手房以后 还有一些费用要支付这个二手房 这二手房可能会有维修之类的事怎么办 那其实如果说您投资二手房呢 翻新是非常好的 包括翻新了屋顶 空调 包括地基不出问题 再包括这个二手房 如果里面的地面呀 厨房啊 所有地方都翻新了 那就是非常完全的这种翻新的话 那可能您这个保有它的价值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如果说您投资的二手房 什么都没有翻新 打个比方 你买了一个2008年的一套 什么都没有翻新的房子 虽然它现在状况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这种房子 你可能就要预计三五年后 你要花钱在它身上了 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买房子 要看你买的房子的这个 买的时间节点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投资的房产 有的人可能说 我投资一个中间价位三十几万左右 有的人可能我要投资一个二十几万 甚至有些投资客 想投资十几万的房子 那如果说您投资的价位越低 您对周边的这个要求 可能就会慢慢慢慢降低下来 那如果你买的房子是十几万的房子 周边也不会很好 你要什么自行车呢 是吧 如果说您投资的房子 是一套三十万左右的话 那在Southstone这种城市 完全是可以买得到一个好学区的房子 那如果是这种价位区间 您肯定要把学区的区域考虑进来了 如果您投资的就是一个二十万出头的房子的话 那什么学区的区域可能是满足不了的 所以还是要看您投资的价位区间 然后再看您投资的房产的时间节点 再就是看您投资房产的学区和周边的一些状况了 第三点来讲的话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投资的这个房子之后 如果以后花钱会是哪些地方在花钱 有很多东西 如果找到小子的房子里的话 我们来点到小子的房子 还会是哪些地方在花钱 就是 非常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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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